Kowloon, Hong Kong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全新節目 Kowloon, Hong Kong 我是CK 我是Sam 我是Edwin 到底這個節目講些什麼呢? 其實這個新節目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些香港的回憶 有時候我們住在香港好像生活壓力很大 很多不同的怨氣 第一集的主題主要是講一下香港的數街小吃 我想問一下兩位主持 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掃街的習慣 其實我很喜歡掃街的 你掃街通常會吃什麼呢? 燒馬魚蛋、炸雞 以前是沒有炸雞的 現在才有台灣的一隻很大塊雞扒 以前是沒有的 我看過好像有味道 但好像我還沒吃過 其實你們有沒有去過台灣吃它最原始的豪大大雞扒 有 其實你吃那塊豪大大雞扒 其實你一放在臉上其實是差不多大的 真的跟你的臉上一樣大 那次我在台灣買其實很便宜 它計算是十多港幣 然後它已經大快到我們四個人去 我們是四個人分的 即是你掃街其實在說的就是 第一你希望你找到一些 你是最不健康的食物 即是掃街永遠吃的東西永遠是最不健康的 是 OK 好了 那來了 我想問一下 我們會去看看 有時候在香港掃街 我想問一下你們通常 會大約用多少錢去掃街 通常看看有多少個人 如果多人的話 每人夾20元 即是八個人就每人夾20元一起吃 每人夾20元 即是280元 即是86元左右 好 Edwin你試過掃街的時候 最多是多少錢 我記得最高一次 一個人吃了百多元 一個人百多元 你們多少人吃 我自己一個人吃 自己一個人吃百多元 你吃什麼 抹屋飲食 然後嘗嘗街頭的炒麵 又嘗嘗那些很小的 很皺爭的車仔麵 即是這樣多少個菜 多少個菜 一菜 一菜是一菜 館子館 很好吃的 但是你也吃得百多元 還有很多食物的 可能雞蛋仔 雞蛋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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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的時候就是很飽的 雞蛋仔 雞蛋仔 很瘋的 如果相對我來說我真是狗牛一模 其實有蘇珈一定不會吃雞蛋仔和雞蛋館 為什麼很飽呢 很飽 怎麼會吃不下呢 喂 大 prof 你雞蛋仔餅 你一賣 不是 現在香港你的東西全部很細分 不是不是 但你格仔餅是一個圓形的尺寸 不會變 還有它是澱粉質 對 你等於把麵粉塗在肚子上 慘了 我不是太大吃了 看那個樣子應該也是 相對來說 但是你問我 我試過最誇張的時候 就是跟家人去掃街 那時候很多年前在尖沙咀 那時候尖沙咀的物價都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們一家大約七個人 然後出去倒數 靜下來之後就去海防道 每天有一堆的街邊小食 我們數了一千元 哇 是不是很誇張啊 真的很誇張 是不覺不覺 每人搓一些燒賣 搓一些魚蛋吃一下吃一下 就是一堆的價錢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很厲害 你幾個人吃了一千元 不是 7至8個人吃一千元掃街 是不是很誇張 你吃了什麼呀 魚蛋煲花 高級掃街 不是高不高級掃街的問題 而是那時候我覺得應該是隨直會加價 可能譬如說說10元 可能譬如說8元 10元串魚蛋那樣 但是掃街我們吃什麼呢 就像Evan剛剛說的 就像Evan山寶 魚蛋燒賣 一定有的 但是隔仔餅真的沒有吃 隔仔餅真的沒有吃 我經常覺得吃隔仔餅是很蠢的事情 吃都吃不下其他東西 其實隔仔餅很小 只有你吃到 好 那我想問大家 你吃過最好吃的隔仔餅 或者是雞蛋仔在哪裡 泰安牛 泰安牛 泰安牛真的最好吃 炭燒雞蛋仔 是不是炭燒呢 泰安牛的 它是不是炭燒 我真的不記得 我沒有記錯 泰安牛好像是炭燒的 是不是呢 泰安牛好像有幾檔 是 好像炭燒很有名 但是可能不是特別好吃 是因為旺角那些太難吃了 蛤 不是啊 旺角那些很隨便 旺角是的 旺角有些是的 就是隨便 你看到賣相也不是很想吃的 旺角是的 Sam呢 Sam你吃過最好吃的隔仔餅 隔仔餅在哪裡 我吃過有一次隔仔餅真的很好吃 但是只吃過一次 之後再沒有看到 是在將軍澳的其中一個屋邨 有一個伯伯出來擺檔 但是就只有一次 還沒有看到他 是的 通常那些是真的最好吃的 我吃過 我以前小時候 我在牛頭角夏村上學 我小時候有一次晚上開了家長會 被老師和媽媽秉完一輪之後 就去買了一檔的炭燒雞蛋仔 真的很好吃 我不知道大家 譬如說以前有沒有聽眾或觀眾 是住牛頭角夏村的 牛頭角夏村 在九龍灣港鐵站天橋底 就有一檔 現在已經拆掉了 在小學旁邊有一檔 專門是炭燒雞蛋仔 我發覺 你在店內吃 是很難吃的 即是粉多很隨便做的 但是你在外面那些 反而街邊當作炭燒 那些炭燒燒出來 真的沒得頂 那些真的沒得頂的 我想說 但是那間店已經拆掉了 拆掉了 還有現在都不知道要搬到哪裡 我那間也是可遇不可求 只能預一預算就沒有了 對 有些是 就是你出到去 有些你真的做夢都會記得 起個當作炭燒雞蛋仔 或者炭燒雞蛋 那好了 你們除了這些之外 你們還有沒有街邊東西 是喜歡吃的呢 街邊東西 碗仔廁 山菜魚肉 應該最常吃的 但是碗仔 他有很多生菜 扔很多生菜 你說Edwin一個人吃 百多萬十十歲 這些東西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永遠都是一碗 山菜魚肉 我會覺得是 現在大約多少錢 一碗山菜魚肉 台灣牛便宜的就八塊 大碗的就十塊 大啊 咦 這麼便宜 十塊而已 那划算 划算 如果八塊十塊 因為我那天在尖沙咀 都要15、6塊一碗 15、6塊一碗 其實有時我很羨慕 例如看一些人 在那裏做的那些生菜魚肉 一塊塊 那些 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一路不停下 然後他們還不停 反而生菜魚肉 我吃過最難吃的生菜魚肉 其實我是因為那次之後 我是不敢吃生菜魚肉的 我是因為吃完之後 他那塊魚肉 不是生菜問題 是魚肉 是一坨東西 即是未熟 然後我自此以後 我吃生菜魚肉 我都有一個恐懼 對 有一個恐懼在這裏 Aaron你吃過 或者說Sam 有沒有吃過一些 最難吃的街邊小食 難吃的街邊小食很多 尤其是新的 很多都很福 例如呢 炸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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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難吃 但是它就是跟麵粉分開 是的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炸雪糕裏面的東西是甚麼 是雪糕嗎 不是 它是鹽蛋漿 它類似 其實它本身原本的那塊是甚麼呢 就是維記的雪米池 有一次我看著它做是怎樣 我想炸雪糕 我以為是很難做 誰知原來不是 那個人是非常簡單地 就去拿一塊 打開一塊維爾蒜米池 然後刺下去 然後就沾漿 然後放下去炸 炸完就是這樣 是不是呆了 是由服你 那我自己做 是的 我不需要炸那個皮 我只想吃雪糕裏面就算了 但是這些就是特色 就是等於你吃雞蛋仔 你有沒有去過 外面有些雞蛋仔檔 是會有那些 什麼芋頭味 朱古力味 那些又是難吃到 不知道想怎樣 士多啤梨味 芒果味也有 有些還可以混合 有一次向公子妹吃那些 這麼特別的雞蛋仔 真的挺好吃的 哪些啊 公子妹 七色雞蛋仔 不知道好像是水果 可以吃的嗎 但是好像是二十多三十五元一餅 哇 很顯然 從第一集我們已經看到 Edwin是一個有錢仔 二十多三十五元都吃到 大陸 公子妹要放棄 要15元 魚蛋現在要15元嗎 公子妹也要 你何時去 至少上年之前的事 公子妹我不買 我只吃試吃 試吃都飽了 很顯然 公子妹 我們可以吃得飽 即是你只吃吃都吃得飽 反而我們會看回 第一節 我們首先說一些 關於雞蛋仔用麵粉做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休息一會 然後我們回來第二節 我們會說一些都是用粉做的東西 不過是第二種粉的東西 是一個活動的東西